纳达尔的教练莫亚近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她在去年曾向纳达尔表达过团队变更的想法 并且愿意为了团队的利益选择主动离开 我和纳达尔有过一次认真的交流 我告诉她如果自己的离开能让团队变得更好的话 我愿意主动退出 纳达尔直接用一句话回应了莫亚的建议 不可能,别想了 于是莫亚便提出了第二个建议 那就是为团队补充新鲜血液 在经历顾色人选与团队商议之后 他们最终决定向马克洛佩兹发出邀请 而且是莫亚亲自打的电话 刚刚当地的马克是纳达尔多年的好朋友 和团队其他人也都非常熟悉 一开始收到这个offer 马克是感到有些意外的 他和莫亚说 你让我考虑一下 但挂完电话后只和爱人对视了一眼 他就直接给莫亚拨回了电话 我愿意 你小子考虑的倒挺快的吗 莫亚当时开玩笑的说道 阿布扎比表演赛 是马克加入纳达尔教练团队的第一战比赛 不过打完之后 三个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索性他们都及时康复赶上了澳洲之旅 当纳达尔在奥网开始连胜之后 马克逐渐变得越来越明星 他决定在豆子结束连胜之前 不理发以西雄好运 没想到居然真的等到了奥网夺冠的完美结果 在纳达尔今年的赛后采访中 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表达对教练团队的感谢 是啊 有莫亚这种完全不自私 就盼着豆子好的嘴教练 再加上马克这种奥运一起夺金的好基友 还有陪伴多年荣辱与工的团队 即使付出路上在艰辛 相信纳达尔也都是被爱和鼓励包围着的 而掌握的第二座奥网冠军奖杯 就是对他们所有付出的最好回报 大家怎么评价纳达尔的教练团队 欢迎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